张云忠说,参加完我们节目之后,自己一直期待着,也能有那么一个人扑搬着自己来 可是当听到红娘告诉她这个好消息的时候,她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春天来得这么突然 她想既然好事来了,就得好好把握,可是心里却总是有点不落底 假如说我也不会装,我也不会,就这状况我也爱说,但是遇到高人了,我就不会说了,说就心里话 咱老实的,我知道老实的,你到时候一看这老头不咋地啊,完了他把我还得踹了,那我又有心良了 那看你的表现了,你好好表现吧 我表现他 这以前有没有脾气,现在开始就得改的好好的,老头的快都不容易的,是不是啊 好好的,我年轻的说吧 好汉不提咱那有哥们,哎哥们哥们,好汉不提咱别说的话 说一句实在课,他这么说话对待我,我相当不满意了 大姐说的就是你话太多了 这今儿我还没咋说,那是想我话多了 那咋人呢,那以后过日子先 那我不说呗,那我自个儿在那儿,在今天,我在北屋,我一天一天哑巴,你不也过来这么一年了吗 不是一年的事 大姐说,别委屈了你 他妈委屈了 大姐说,别委屈了你 大姐说,别委屈了你